好 接下来还是极端气候 每星期我们都会看到国际媒体呢 又发现了在这个世界上 有更多国因为极端气候 在2024第一季酿灾的意外发生 这是全球高温频频破记录的时代 美国创下了记录史上最暖的冬天 比平均高了摄氏三度 气温太暖影响了座物收成 今年封堂江的采收季 整整提前了两个月 这是有史以来最早的 而全球要不然就是大旱 要不然就是水灾不断 中东杜拜罕见降雨 引发了淹水交通受阻 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亚 再度遭逢千年大旱 数百万人进入紧急节水 而美国有地方试验用回收污水酿啤酒 据说风味绝佳 有人说这种做法 或许是未来缺水的解放 明明是冬天 湖面却没有结冰 还能钓鱼 在刚过的这个冬季 美国海洋级大气总数 证实是美国近 130年来最温暖 本土48周 也就是不包含夏威夷和阿拉斯加 平均气温来到摄氏3.1度 以过去平均高了3度 专家指出这次暖冬 主要是气候变迁 又遇上声音现象推波助澜 除了重创五大湖的降雪量 加剧中西部干旱的情况 也影响植物作息 全美第四大枫糖江产地 威斯康星州 今年采收季整整提前了两个月 风糖江的采收 一般发生在冬末初春 也就是当气温回升 风树储存的淀粉 会转换成糖分与植蚁融合 这时只要在树干上开孔 甜甜的透明液体就会流出 然而今年春季提早报道 就连经验老道的农民 也错过了第一批采收 损失了约四分之一的收成 产量降低最直接的冲击 就是价格 橄榄油价格高涨下 有高达三分之一的意大利人 减少购买特级出榨橄榄油 还有近一半的消费者 改以更便宜的玉米 葵花籽等种子油替代 目前意大利超市 一瓶橄榄油的平均价格 已从4欧元涨到9欧元 主要就是因为 全球最大生产国西班牙 连两年受干旱重创 推升全球售价 但不止南部 东北部的加泰隆尼亚 也严重缺水 已有数百万人进入紧急节水 周日巴塞隆纳的天主教徒 举行宗教仪式 祈求早日降雨 反观以阳光普照文明的杜拜 周六却罕见降下大雨 六个小时雨量累积50毫米 看似不多却已达平均年雨量的一半 造成大范围的淹水 陆地 空中交通通通被打乱 而美东地区也在周末 遭春季风暴席卷 包含缅英州 麻州和纽约 都出现淹水灾情 南卡的查尔斯顿还降下92.2毫米雨量 打破单日最高纪录 全球汉捞布军现象日益加剧 在北卡罗来纳州 当地最大水利公司 开始思考污水再利用的可能性 先从酿造啤酒开始试验 这些污水来自住宅大楼 会先经过多阶段处理 并且额外测试150种污染物 才拿来酿造啤酒 虽然并非人人都能接受 但喝过的人都赞不绝口 还在下当地啤酒节盲测缓节大奖 喝下回收水 乍停之下有点吓人 但随着水资源日益稀缺 未来不排除更多国家将放行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